新加坡土地面积有限 作为城市国家 马路上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车辆穿行 确保公路安全保障生命财产至关重要 是 国会昨天三读通过了公路交通修正法案 那么加重了多项刑法 今天市民访谈我们一起来了解 修订后的法案对公路使用者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马上欢迎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 孙雪林次长 欢迎您 次长好 次长 大家好 次长 首先请教一下 这次修正法案您觉得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这次我们的公路交通修正法案 其实我们加重了刑法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 不负责任驾驶的行为 它的数量明显的增多了 从2009年到2013年 平均每年的不负责任驾驶的数量 以前大概是每一年是7100宗 可是从2014年到2018年 平均我们看到的是增加到12200宗 所以上升了73% 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值得担忧的 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越来越多了 自长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跟我们分享 它当中的严重性在哪里 是的 其实我们的内政团队 我们今年2月份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一名女警察 她下了班之后 她过马路 她其实在班马线上 可是非常不幸的 她被一辆车撞倒 然后当场就昏迷 送到医院之后 就等于是过世了 她其实过世当天是亲人节 我听到了非常的难过 因为她家中其实还有三个小孩 然后其实小孩每天晚上 跟妈妈的关系都非常好 每天晚上都是握着妈妈的手 这个睡觉的 然后之后他们这个孩子 还有她的这个先生的这个整个的反应 我真的是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是因为疏忽驾驶导致的 这个人命的伤亡的确很令人痛心的 是的 那么反而这次呢 我们看到也增设了危险驾驶和初心驾驶 这两个罪名 没错 在这两个罪名之下呢 其实是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个等级的 那分别就是死亡 严重伤害 伤害和危及生命四个等级 是的 那么次长 这个危险驾驶和初心驾驶 是怎么样来定义的 这个危险驾驶指的是 驾驶的时候鲁莽 你没有这个考虑到他人的安全 让这个公众处在这种危险当中 然后初心驾驶呢 指的是驾驶的时候你不谨慎 不小心 也没有充分的考量到其他人的安全 这是怎么界定啊 有没有一些例子来跟我们更清楚的 知道他们的区别 是的 如果发生意外 然后当然警方会调查 然后最终呢是由这个法庭来界定 可是一般来说 这个危险驾驶指的是 例如说 这个你不应该驾驶的时候 你去驾驶 对吧 例如说 这个你这个一边用手机 一边开车 或者就是说 你的这种驾驶的方式 让其他人处于危险当中 例如你这个逆向行驶 因为你逆向行驶 别人可能没有这个 无法及时的去反应 这样是非常的危险的 第三呢 是这个你应该谨慎驾驶的时候呢 你不谨慎 例如你开车 要到这个行人的这个斑马线的时候 你应该放慢 是 你却加快速度 这也是危险驾驶的一种体现 都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 我们这次也看到 是 初心驾驶呢 初心驾驶指的就是 你就不谨慎啊 不小心啊 对吧 你没有去考虑到他人 这样就很就是很粗心的一种体现了 对 我们看到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这个严重受伤 这次的修正法案是设定了 强制最低刑罚 你觉得为什么要设定这样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法律 还有我们的刑罚 其实相对于其他国家 我们的刑罚其实是较低的 是偏低的 而且在以前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案件里 我们发现就是 这个法庭最终这个判刑的时候 哪怕你是因为危险驾驶 而造成他人死亡 其实判下来那个刑期 可能也就几个月 那我们就觉得 就是意外的这么的严重 你最后这个判刑才几个月 我觉得这个是不平的 对 太轻了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就决定应该涉及到一个 这个最低的一个刑罚 所以如果你危险驾驶导致死亡 这个我们会这个 就会加上一些额外的一些刑罚 另外酒后跟如果吸毒之后驾驶 它的刑罚又提高了 是的 其实我们都在这个 因为平常如果说你不是酒后驾驶 危险驾驶导致死亡 这个判刑 刑期是高达八年 然后吊销执照是这个最低十年 可是如果你是因为这个酒驾 或者是吸毒然后你去驾驶 那会额外多判两年 所以这个刑期就会长达十年 这个吊销执照也会 这个至少十二年 刚才我说的这个最低的这个刑期 就是最低要这个入狱两年 因为刚才我就说了嘛 以前的这个过去的案件 有时候才判几个月 这是不是太轻了 是 是 是 这就是说即使在没有发生的 意外的情况下 也会面临比以前更高的这个刑罚 是的 因为我们针对的是这种 不负责任的驾驶的行为 对吧 如果你这个酒后驾驶 或者你吸毒之后你去驾驶 你没有撞伤人 没有撞死人 其实是因为大家运气好 对吗 可是这种行为 还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出犯者呢 也会判这个以前是六个月 在新的这样的条例下 是可以高达一年 然后这个罚款呢 也会相对的提高 之前是一千元到五千元 现在是高达两千元到一万元 但是如果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发生车祸了 那个错的人是在受害者本身 那么驾驶者 他还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吗 其实我们在这个 征求这个公众的意见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询问 其实这个警方在做调查的时候 他都会去调查双方 就是涉及事件的双方 他们是否有维护到安全 例如就是说 如果一个开车的人 他明显看到有行人过马路 可是他却加快速度 希望就是说 这个行人还没有过到 自己的车道的时候 他能开过去 可是因为这样的行为 然后造成他撞伤行人 那这样的责任 他就应该承担 对吗 可是如果说驾驶的人 是有遵守这个法律 交通规则 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然后就是在自己的车道上 这个非常规矩的在行驶 对吗 他转弯的时候 他也都有看 到底有没有路人在过马路 可是就算他这么的谨慎了 可是还是有路人 非常匆忙的过马路 然后导致他撞伤了路人 那这样的话 应该由这个路人承担责任 是 那另外您觉得 政府希望通过这次的 交通法规的修正 我们也看到增加了罪名 也提高了这个刑法 主要想传达给公众 用什么样的信息 就是不负责任驾驶 他的这样的行为 他可以有非常严重的后果 你可以造成他人的这个被伤害 夺取无辜人的性命 或者是影响到这个受害者的家庭 对吧 哪怕是受害者只是受伤了 他入院了 可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受害人的家庭的收入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所说的马路如虎口 我们大家都应该谨慎 所以这个不负责任的这个驾驶的行为 我们是希望可以大大的减低 甚至是杜绝 另外最近这几年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个人代步工具使用者 那这次这个个人代步工具 有含阔在这个修正法案里头吗 其实这个个人代步工具 首先它是不允许在马路上使用的 可是具体的它的规定呢 其实是由陆交局去管辖的 可是如果说你这个用这个个人代步工具 然后你造成了意外 你是可以在这个刑事法案当中被控的 有可能这个被判高达五年的这个刑期 所以用这个个人代步工具也要非常的小心 当然我知道这个陆交局或者相关部门 也不断地推出一些宣导的活动 你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推重 对 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 因为一切其实我觉得从教育开始 所以我们有一些活动 例如说 Use Your Root Sense 因为哪怕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 这样的一些规定 可是人是活的嘛 对吧 车在马路上这样走 行驶 很多东西都是顺时间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这种的敏感性 你的一种感知 所以我们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提倡 让大家更加的提高警惕 所以我们有这个交警的这个Use Your Root Sense 然后陆交局也有他们的这个Safe Together 这方面的一些活动都是为了提高 大家对这个马路安全的这样的意识 的确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谢谢四长的分享 谢谢 谢谢 那么稍后呢 生活小学堂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另外一个安全 就是饮食安全 饮食健康 没错 炒菜做饭少不了要用到油 但是油吃多了对健康会有影响 市面上食用油的种类零零种种 那么该怎么选择更符合健康标准的食用油呢 炒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用回锅油 油可以重复使用吗 可以重用多少次呢 广告过后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